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來簡單的告訴大家 新的戰隊戰系統都有什麼改變 首先是在模擬戰下面會有一個新按鈕 魔物HP跟戰鬥時間設定為本戰狀態 這個是如果有補償刀的時候 點這個按鈕進去就是補償刀的時間 就是說如果補償刀只有30秒 進去模擬了就只能打30秒 而不能模擬一分半 第二個改動是 在打補償刀的時候可以更換使用的角色 以及支援角色也可以做更換 但要注意的是 在第一刀跟補償刀兩刀都打完之後 所有使用過的角色就都是使用過了 所以在使用上要特別注意 第三個改動是 進場之後王身上會有個盾牌 這個就是大傷盾 如果單下打出很高很高的傷害的話 傷害就會被削弱 這個是針對新年黑貓的東西 目前台版玩家正常打王是無法觸發大傷盾的 就不用理他 第四個改動是 玩家身上即時卡了補償刀 在模擬戰中一樣可以換角色去撤刀 不會因為卡了補償刀而沒辦法撤刀 這個改動就還不錯 OK 改動的部分大概就這樣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